封存二氧化碳 台电变称仅存1万吨 苹果昨天揭露中油台电 准备将大量二氧化碳封存 埋在地底达到减碳的目的 但恐怕会诱发地震 昨天引起地方反弹 苗栗投奋镇就批评 在永和山封存二氧化碳 无疑埋了不定时超级炸弹 民进党立委昨天也开记者会指出 云林彰化市农业区地址不稳 也担心会影响地下水水池 反对这个计划 CO2埋在三公里这个浅层的地层里面 绝对会影响到我们张花县 这样的一个云水源的污染 记者日前询问中油 有关二氧化碳封存计划时 中油表示已在云林台西地底 封存100吨二氧化碳 最快半年内还要在苗栗永和山 封存1万吨 但是中油昨天改口说 是在苗栗投奔永和山 埋了100吨的二氧化碳 不是云林台西 未来要在永和山封存 一定会取得地方同意 至于台电预计在2017年 将在彰化工业区 封存10万吨二氧化碳 台电昨天则称清 2017年只是要先试倒1万吨 不是10万吨 环保团体批评 中油小型封存计划 每事先公开 台电存放数量一变再变 只搞黑箱作业 学者建议二氧化碳 封存资讯应更透明 法规要更健全 但台湾人口密度高 地震多 可比照国际 存放外海海床 有意外时 也可以将封击降到最小 环保署强调会把关 后年起 所有二氧化碳封存试验计划 只要超过10万吨 都要先做还评 东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